哈喽大家好 下面我们去制作一张创意几何类海报 我将从前期的草获构思 到我们的一个场景搭建 再到渲染和后期去做一个流程化的一个演绎 那么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上方的一个交流群 一起学习探讨 那么首先我们要去定义我们去做的是一个几何类的一个场景 那么我们就要去想象 比如说我们画面当中它会去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物体 比如说我们前期可以给它定义一个 我里面会有一个方体 或者说再加一个圆柱 我们再来一个锥体吧 那么我的画面当中主要的一个构成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方体 加上我们的这一个圆柱 再加上一个圆锥 去给它构建 那么我们要去渲染的呢 是我们的这一个米家的一个筋膜枪 那么我们有了这一些东西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 试着去排一个板式 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个速构图的一个演绎 我们先画一个板式 好那么我想象的是在我们的这个位置去给它区分我们的这一个背景和它的一个台面 我们把这些物体给它放到我们的这个台面上面来 好 再去画一个板式 那么在这我们就可以先去有两种做法 一是我们直接把我们的主物体去给它搭建出来 比如说我的这一个筋膜枪 我会将它怎样去放 放在我们的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面去 这样子做搭建 那么或者是说我们 以我们的这一个 场景为主 我们再去考虑到我们的这个筋膜枪 那比如说现在我们去想象我们的一个筋膜枪 我们应该是要放在我们的一个视觉中心的一个位置 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位置 好由于我是鼠标画的可能会有点丑啊 大家将就看一下 好想象的是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圆柱或者我们的这个体块上面 好比如说我们的在这个位置去放一个我们的一个体块 因为我们从这个视角看过去 好背景的话大概在这个位置 然后左边有点空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 加一个圆柱 好画面还是很空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圆柱前面再给它 再给它放一个躺着的一个圆柱 好这边的话 我们也来一个圆柱 也来一个比较扁平的一个圆柱 放在我们这个位置 那么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位置 现在会比较空 好我们在这个位置也给它画一个体块 是一个长方体 那么现在这样子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除了我们主要的这一个筋膜枪 我们还有它的一个按摩头 我们可以去把它进行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构图 比如说我们这是一个筋膜枪 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三角形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位置是可以去放它的一个头的 比如说我们去放我们的这一个头 或者这一个头放在我们的这个位置 包括我们的这一边也是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去放一个头 那么去让它进行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构图 好我们再去试着把它再细化一点 这是我们的一个轮柱 旁边还有一个体 那么在体上面呢是我们的一个主物体 我们的一个进膜枪 好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圆柱前面 我是想让它有一些遮掌关系 那么我在前面给它也放一个躺着的一个柱体 好这边有一点空 刚才想的也是去放一个圆柱 好现在是我们后面这个位置有点空 那么我们在后面也去给它画一个体 快放在我们这个后面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的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一个头 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也可以去给它放一个头 让它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关系 那么现在的话看一下我们的椎体 这一体还可以放在 比如说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圆柱的这个上面 在这个位置 让我们的这个柱体在这里显得不空 那么现在我们再去定义我们的一个光源的一个方向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主要的一个画面当中 我们的这种圆柱 包括我们的这个主产品 其实它也就是我们的两个圆柱去构成 那么大家在以前学画画的时候 应该也经常去画比如说我们去画圆柱的时候 我们怎样去画会让它的一个体积感更强 我们是不是会从左侧给它一个光源 或者说右侧给它一个光源 比如说我们左侧来一个光源 那么我们这一边是不是高亮显示的 而我们的明暗交接线和暗就会在我们的这一边 那么我们产生的一个阴影也会往后 那么这样子的话它的一个体积感就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强烈一点 所以说我们去在这个场景上面打光 我们就会选择从我们的这一边曝光 或者是从我们的这一边曝光 那么由此可见可能我们的主物体 我们的左边倾向可能会多一点 那么我们可能打光的时候就会主要由我们的这一边去进行曝光 那么有了这些参考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进行我们的一个场景搭建 下面我们去搭建我们的这个场景 那么由于我们Cashore呢 它没有我们的一个椎体 所以说在这我选择CCT去做 那么在这儿呢 大家也可以去用其他的一些软件 也都是可以的 好 我们先给它添加一个台面 然后把它复制多一份去做我们的一个背景 好 那么再去把我们的这些几何体给它搭建上去 比如说我们开始说的有远柱 或者说我们的一个逆方块 我们在这儿给它添加一个逆方块 缩小 然后把它放到地面上 所以它具体的一个大小 这些我们都是要到后面来实时去调整的 好 它旁边我们可以去放一个远柱 去调整它的一个大小 好 远柱块再过来一点 那么这一步呢 我们就可以快进 然后到大家去看到我们最终出来的一个效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些圆柱的分段不够 所以说它会出现我们的这些一能一能的 那么在这我们可以选 只得到我们的这几个圆柱 然后我们去增加它的一个分段 我们把它改为一把 那么现在待会去渲染里面 它就是一个比较圆的一个圆柱 我们在这在这个上面再去放它的一个椎体 OK那么这样子我们就把它构建的差不多了 好把它都放到我们的模型里面来 好那么在这如果我们装的有 我们的Keshire的连接的一个插件的话 我们直接可以通过这一边去 连接到我们的渲染里面 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就可以将它保存 然后再拖到我们的Keshire里面去就可以了 我们将场景搭建完毕之后 再将我们的一个筋膜枪 把它拖入到我们的这一个场景文件里面就可以了 好直接拖在我们的一个吸流文件 那么在这我们选择添加到我们的这一个场景 然后我们不需要它的一个相机 所以我们把相机也给它勾掉 然后选择导入 好再返回到我们的一个相机视角 好现在我们需要去调整我们的这个筋膜枪的一个大小 和它的一个位置 那么在这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一个几何图形 我们在几何图形里面去进行一个调整 好将我们的一个筋膜枪 先给它进行一个放大 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内方块的一个上面 好还是有一点过于大 我们去调整它的一个大小 OK那么现在呢我觉得整个我们的构图有点平上了 可能我们前面留的有点多 那么我们再去调整一下我们的相机的一个位置 我们开启一个GPU讯用 OK那么现在可能看得不太出来了 我们在这儿可以去给它切换我们的一个环境光源 好选择环境 那么在这儿我们可以去选择到一些室内的一些HDR 好 那么现在我们的一个立体感就更强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也可以更清楚的去看到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筋膜枪 还需要再向我们的左边偏一点 OK整体构图的话可以保存一下我们的这个相机 那么现在我们再去调整我们这两个头的一个位置 我们可以在场地里面先把它选出来 好选择到我们的这个头 我们右键给它添加到一个新的一个组别里面 比如说它是1 OK然后我们的这个头我们也给它新增一个组别 好那么在这儿我就把它两个给它去分了出来 那么现在我们再去调整的话就会方便很多 好比如说我把好我们先调整1的一个位置 好在这儿我们打开这个高级 然后选择它到我们的这个下方物体 那么它就会和我们的这个平面对齐 好确定 那么我们再去控制我们另一个头的一个位置 好下方对写 那么在这儿我是想要将它比如说把它倒下来放 那么我们可以将它倾斜 将它倾斜之后我们直接点击我们的这个放置 然后我们等待片刻切割 好那么现在它就给我们做出来一个 放置在我们的这个平面上的一个效果 好现在我们再去控制它的一个位置 那么由于它的一个操作轴的一个走向已经变了 所以在这儿我们需要选择到我们的这个前局 好我们将它放在我们的后面这个地方去藏着 OK那么我们再去不断的去调整 比如说哪些地方觉得不合理 那么可能现在我觉得这一个边上 它离我们的这个边框太窄了 那么试着去把我的相机给它缩一点 好再去保存一下我的这个相机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给它进行灯光上的处理 或者说我们直接先去调整我们的这个材质 那么在这一步呢就看大家的一个选择 好比如说我们先去给我们的这个去构建一个材质 那么我们可以先不用去管到其他的 我们就来看我们的这一个物体 好那么我们上面这一个呢 它是比较偏向我们的一个金属芯 那么下面这一个它有它是塑料 但是它偏的比较比较像硅胶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就要去把它这两个的一个材质给它区分出来 包括它的头那么这几个头的一个材质 好比如说我们先调整我们上面的这一个 我们选择右键给它一个解除材质链接 那么我们去给到它一个金属漆的一个材质 好我们先可以把它相同的这些材质给它连接起来 那么我们这几块它是一体的 好我们再把它也给它解除一下材质链接 那么它是一个也是一个黑色 但是没有这么黑的一个塑料材质 好我们先可以一个一个去调 好那么上面这个呢我们先去控制它的一个粗烙度 因为它表面不是光滑的 所以说我们在金属漆里面的这一个图层 我们把它粗烙度大概给到0.1左右 好或者0.08 那么这个呢就看我们的肉眼去观察 那么你认为它的一个粗烙度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值 好它的一个高光的话我们可以给它略微的一点点的一个蓝色的一个倾向 好那么下面这一个它是黑色的一个偏向于硅胶类的 那么可能我们猪刀度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高一点 那么大概会给到它大概0.15左右 那么再去控制它的一个颜色 那么现在我们调的这一边都是我们的一边基础材质 因为可能随着我们灯光的改变之后 我们的这些质感它又会有所不同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会去给它大概的去构建它的一个材质 好同样的这一个位置 给到它一个右键解除它的一个材质链接 好也是大概0.15左右 OK然后它表面上的话会有一些颗粒 那么在这我们就会去给到它一个凹凸 好在这我选择我们去做的一张贴图 好那么这张贴图的话是我在PS里面去给它添加的一个杂色 那么这一个贴图相比自带的这个我认为它会比较好用一点 那么现在它的一个凹凸强度是比较强的 把它改为我们的框 然后凹凸的话我们给它削弱一点 好有了那么一点点 那么这个大小呢也需要我们去控制 好比如说现在的一个大小应该差不多 凹凸可以再强烈一点点 去看到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这些效果 因为当我们这个stretching的比较小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看不到这些凹凸 但是它确实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光感 比如说当我去这样去转动的时候 它会由于它的一个采样 它会看到它的一个计算 其实有噪点的时候它的一个质感是比较强烈的 但是随着它的一个采样的增高 那么这些它是会慢慢消失的 所以说当我有了这些的时候 如果我在看这样子的时候 那么它相比我们没有凹凸的来说 它的一个细节层次会相对来说会丰富一点 好我们再把它的一个材质给到我们的这两个头 好这个头中间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光滑的一个材质 那么我们就可以不用去动它 那么像后面这个背板呢 可能由于我们看不到 因为它背面其实也有一些标签的一些 所以说如果我没有去现了这个角度 那么我就不用去调整它 好返回到我们的这一个相机 那么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场景给它打开 好这个的话我认为有一点过于黑了 那么给它一点灰度 OK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去将我们的这个环境光 因为我们用了一盏环境光 它是带有一个颜色倾向的 那么如果我们不想要的话 我们在环境里面把它的一个饱和度给它去掉 好那么现在我们去定义我们的一个光源 那么由于我们在整个物体当中 它的一个圆柱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圆柱形的这种物体 那么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 那么我们再去做这种的打光的话 像比如说大家以前在学美术的时候 其实我们圆柱怎样去画呢 是不是我们这里有一个柱体 那么我们将高光放在它的左右两侧 比如说我们放在这边或者这一边的时候 它的一个体积感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烈的 比如说我们把高光放在这边 那么我们这一边是不是米安交界线和我们的一个暗部 比如说它影子是不是就往后打 那么它的一个体积感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强烈 那么如果我们选择在前面的话 我们就不好去兼顾我们的左右两边的一个阴影 所以说在这的话我们打光 我们可以选择从我们的大概 我们现在在几何视图里面看得到的这个角度 去给它进行一个打光 那么我们的高光就会产生在我们的这个位置 那么相对来说它的一个圆柱的体积感就会强烈一点 好我们可以去用我们的一个区域光去打 那么我们按下我们的快捷键 Shift加1去兴建我们的一个区域光 好我们去调整我们这一个区域光的一个位置 以及大小和亮度 我们放过来 好可以让它相对来说大一点 强度的话我们也可以让它强一点 比如说我们改为瓦特 然后去降低它的一个值 好如果怕看不清的话 那么在这我们可以将我们环境里面的这一个HDR 我们可以把它改为一个黑色 那么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一张区域光 去照射的一个环境 那么现在我们去把它调整一下它的一个位置 好我们让它从这个位置去进行我们的一个照射 好选择到本地 它置身的一个坐标轴 好在这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一个亮度给它拿出来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一边 是给它打了一盏光的去照亮了我们的这个物体 这一个金魔枪的话可以让它再往上一点 在这一边来控制 好往上一点点 OK那么我们整体的这个基础曝光也就做出来了 那么我们再去赋予我们的其他的这些几何材质 好在这我们右键选择它 给它解除一下它的一个材质链接 我们给到它一个黄色 先给一个显著的 那么刚才我点错了 好选择到我们的这一个材质右键 解除材质链接 双击它 然后再去修改 那么在这里比如说我这一个 这一个 我们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穿插 比如说我这些它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颜色 那么我这一些中间比如说夹杂着一个黄色 那么这样子去做一些穿插 可能就相对来说视节呈现会更好一点 好在这我开启一个降噪去观察它 OK 那么接下来我来看的话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材质 它和它就已经很好的区分开了 只不过我们现在这个有点过灰 所以说我们再把它的一个暗度给它降下来 好除了度我们可以再让它高一点点 OK那么我们想让我的这些其实地面啊 或者我的这些它略微的带一点高光的一些颜色倾向的话 那么在这我们就不选择我们的一个曼环色 我们把它改为我们的一个数量材质 但是我们的一个粗糙度它是有的 比如说0.1的一个粗糙度 或者弱一点点 那么在这我不想让它看到这么强烈的一个高光 所以说在这我们将高光的这个颜色把它改灰一点 好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其实它略微的有 OK可以再强一点点 那么这些就根据你的主观意识去辨别就好了 好我们现在再去做调整的话 就是去做一些细微的一些调整 那么比如说我想让我们的这个物体它有一个前后关系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把我们的这个物体让它往前一点 然后随着我们的这个筋膜枪也要往前一点 好我们再将我们的这个 就是我们把它再往右放一点 好我们的这两个物体也可以 好我们的这两个物体也可以 往这边移一点 OK OK 那么这个的话 在渲的时候如果它是一个白色 那么我们尽量不要让它也把它调成一个百分之百的一个白 那么如果调成一个百分之百的白的话它会曝光 好那么我们可以怎样去对比呢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渲染 实时渲染框以外的这个颜色 我们可以把它调成一个白色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的话 我们的这个白色基本和我们外面的这个百分之百的一个白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它就会略微的有一点点曝光 不过现在来看的话也还好 好我们将它比如说我们把它的一个位置再旋转一下 再去轻微的去动一下你的这个 比如说你认为哪些地方不足的 那么现在你都是可以去更改的 好这个进膜枪的位置可以再往右一点 好那么在这颜色上呢 我建议大家去做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你觉得你认为你想要的这个黄色 其实和你是有一定的一个偏差 那么在这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后期去进行一个校准 因为我们在渲染去校准的话 比如说我选择的是这个黄 但由于灯光的这些原因 可能我的这个黄色放到了我这上面 它还是会和我们的这个不一样的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其实这两个黄色 就很明显的会有什么 会有差别吧 那么如果我们选择在渲染里面去校正的话 那么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时间又浪费了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一步放到我们PS去做的话 就会节省很多的一些时间 好比如说那么现在我认为就差不多了 OK那么这一个的话再下来一点 在这个进膜枪的一个位置再下来一点点 好它的一个位置再去调整一下 那么不断的去不断的去调整 好让它有一点点窗帽没关系 因为我们在这边看不到它 那么现在随之可能又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当我们去做一些场景渲染的时候 那么如果我想要去加我的一些环境光 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 那我想让它体积更强烈一点 那么现在我就要去给它进行什么 进行在我们的这一个光上面 再给它进行一个曝光 好我们先把它的一个颜色 给它降下来一点 比如说85%的一个灰度 我可以进膜枪的话 感觉它还是有一点偏左 再将它向右一点点 这个头的话也可以再往后那一点 OK 再往前一点 这些都是你现在去实施不断的去调整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去给它进行一个打光 比如说我们在前面所说的 我们高光是大概放在我们这一边的 那么我们就去给它新建一个灯 打到我们的这一个上面来 OK那么我们这一边是不是会比较强烈一点了 好亮度给它提高那么一点点 那么现在其实如果当我打了这一盏灯之后 我们会看到在我们的物体的这个位置 其实相对来说又会显得有一点曝光了 好大家可以去注意看一下 把这个地方截图 然后把它把这个灯光给它关闭 我们现在我们再去看 其实我们的场景的其他的一些位置 是不是也给我进行一个照亮了 比如说我们来看下面这个黄色 在这个地方你看得到一些断层这些 那么当我把它移开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本身其实它的一个亮度是挺好的 但是我们去增加这一盏光之后呢 它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这一个物体 去给它进行一个曝光 那么在这一般就会有两种去解决办法 一就是我们去渲染的时候 我们直接去渲染多张 去进行一个合成 那么或者说我们直接在后期 去给它进行一些铺光 比如说我们大概渲成这样子之后 其实是非常方便我们去进行一个后期的 那么我们就会再选择 当我们渲到这样子差不多之后 那么直接在接下来去后期去进行一个制作 那么相对来说会快捷很多 好 那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渲染到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步骤 那么我们后期的话 应该怎样去做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去演绎它的一个后期 那么在之前我也说了 比如说我们在渲染里面 不要去太在意它的这个颜色 你把大概的一个颜色给到它之后 其实我们在后期PS来做的话 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一个轻松 那比如说现在我认为这个黄色 它有一点过黄了 那么我希望它变得 比如说偏向于我们的一个铝黄色 那么在这我们就可以在PS里面去给到它一个可选颜色 那么我们选择对应的一个黄色之后 比如说我们把它的一个黄色减少 然后我们把它偏向于变得像这种米黄色一样 那么在这些呢 我们在后期去做的话 它的一个可控性会比你在渲染里面去调整快得多 比如说去调整它的一个黄色 我想让它变得轻一点 或者说它更黄一点 那么这些的话 我们都可以在后期上面去制作 效果可能会更加好一点 好 那么包括我们之前所说的 比如说我觉得我们的这里的光不够 那么我们在渲染里面去打光的话 它可能又会去影响到我其他的一些物体 那么其实我们在后期去加这些光的话 相对来说会更加的简单 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给它画一笔 那么我们新建一个图层 好我们将画笔调小一点 那么我们直接用画笔在我们的这个位置去涂上那么一笔 好 再选择到我们的这一个 渲染出来的一个通道 那么现在我们给到它一个图层文版 我们就只对于我们的这个地方起作用 那么我们再将它去进行一定的一个高丝模糊 好这个不用太模糊 我们大概去看着来就可以了 比如说失误 OK 那么我们再去调整它的一个混合类型 比如说我们给到它一个柔光 好 可以再复制多一份 那么我们再把原来的这一份 我们把它的一个高丝模糊变得再强一点 好 把原来这一个向低一点点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给它进行补光 那么这样子就会比我们在虚然里面去打光 会来的更直接一点 好 那么在这我可以把我之前去后期的一些图层放给大家看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就是说我们去添加我们的这一道光 那么就是用着我们的这一种方法 好 在这个位置 以及我们的这些 那么它的一个体型特征相对来说都比较明显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圆柱 那么在圆柱上面打光呢就会更加的好打 好打完之后我们再往上 包括我们的这一个地方它也是一样的 那么由于它是一个镜面材质 所以说它和我们磨砂上面就会相对来说会有一点区别 好 再往上 那么我们去给它这些地方去增加一些高光 可以看到包括这一个地方 也增加了一点 好 再往上 那么就是我们的这边的一个反光 因为如果没有我们的这个反光的话 我们的这一个暗部它会显得比较死 包括我们的这一边 那么我在接下来的时候 就去给它它一点点的一个小反光 然后去给它进行一个起到补光的一个作用 好 再往上是由于我们的这个地方 那么在建模的时候它少了一个零部键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地方 那么在这我们就要去手动去给它 比如说再去做出我们的这个地方 那么就去给它填充了一个图身在这 然后再去给它做出一些光影效果 那么就做成了我们这个样子 那么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地方 那么这是由于前期建模的时候 然后去做到我们的这一步 好 然后最后的话再去 比如说我不想要这个黄色 那么最终我又去进行了它的一个调整 可能这个黄色才是我所倾向的一种黄色 那么在这儿大家就可以去通过我们这个选取原色去调 好 或者说比如说如果我有了这个黄色之后 可能我不想要黄色的 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ps 去给它快速的进行一些调整 好 比如说去调整一个偏向于蓝色的一个样子 好 然后再选择我们的一个颗显颜色 把它改为我们的一个蓝色 那么在这儿我们还可以去进行一个调整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是 我个人是不建议大家去进行这种非常大的颜色的这种更改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这些地方 其实它的一个颜色倾向还是有一点点小问题的 那么但是大家再去做一些颜色 比如说我去校正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很好用的 比如说它的一个黄色 然后去给它进行一定的一个校正 比如说它的一个饱和度可以给它低一点 那么这种呢是更加会方便我们去做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后期